各位朋友 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宜沛 今天我們現場歡喜冤家又來了 話不多說趕快來介紹他們 趙哥還有小梁哥 嗨 Yes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 不要再湊在一起了 每次都要聽你們兩個吵架 我們沒有 我們一團合氣 怎麼會吵架呢 你們兩個今天非常有默契 兩個都穿藍色的衣服 而且趙哥這個風竹殘年了 他還吵得起來嗎 風竹殘年 不是啦 你不要這樣講 我們今天穿的衣服顏色一樣 是沒有套好招 是沒有講的 所以這就是默契 一個團體的默契 對啊 景行廳男孩 對啊 你看去年那個 5566也合體了對不對 大家歡呼聲 期待聲最高的 接下來這一團 就是我們這一團 不是 接下來不就是 憲哥他們那一團嗎 也合體過了 也合體過了 還好啦 也合體過了 還好啦 再來就這一團了 真的有人在期待景行廳合體嗎 不好說 我只能跟你這樣講 我也覺得不好說 對 要開天眼才看得到 對 開天眼 今天兩位又要來幫我們 做美食料理啦 當然啦 又請到我們的美食家 也是我們的廚師柯老大 大家好 我是柯建年 營養的部分 就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聽說小梁哥的小朋友 這一定抓周是吧 對 趙哥也有參與嘛 有 去 他小朋友聽說全場很大哭 對啊 因為認真嘛 因為現場很多 長得很特殊的賓客 所以說他的小朋友一出來 就可能有一股氣息 然後就會讓他想哭 不是啦 其實他孩子 很少見那麼多人 大部分就是跟保姆 還有他們夫妻兩個人 那一天抓周 說實在 那個氣氛 那一天主要是天氣也冷 天氣冷 不常帶他出來 是因為外面壞人多 你們那天抓周的地點在哪裡 在那個很知名的五星級酒店 所以到外面他可能怕生 對啊 結果後來你擺了一些 而且就哭 一直哭 可是沒辦法還是要叫他抓 結果他就往前面跑 他就抓到保姆阿姨 那就是說可能以後會姐弟戀 坐筋交易這樣 大概是這樣 你這個爸爸怎麼可以 講得這麼開心 你不會覺得有點擔心嗎 他就跑過去抱保姆 你問臭哥 他最熟悉也就是保姆 聽說那天因為什麼都沒抓到 就貢姑 我在想這個孩子以後應該是 無所求 就是靠霸主 無欲無求 就靠霸主 靠他老爸就好了 應該是 無欲無求 應該是 無欲無求當和尚 沒有 沒有 那個物質需求很低 應該對一串佛珠在那裡 他就刷佛珠就好了 是 你們兩個是 然後幫他爸爸這一輩子的 債還一還是不是這樣 沒有 可以了 來一些冤親債主 把它解一解這樣 不用 沒有 沒有什麼債 好 話不多說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就是要嗆出來 就是米粉 那米粉的話兩位 趙哥喜歡吃米粉了嗎 非常喜歡 你像我們拍戲的外景 常常在外面跑 只要每次經過新竹的話 一定會去那個城隍廟去吃 炒米粉真的有訣竅嗎 有 今天你米粉是看 你是用吹粉還是水粉 對…還有分 我們有分嘛 就是吹粉跟水粉嘛 那每一個方法都不一樣 然後你是不是加水的量是不是夠 你是不是悶的時間夠 我跟你講 然後不需要配料 我們都可以炒得很好吃 不是 你不能這樣講 我自己在家裡吃 我又不是要去賺錢 我管他有沒有悶得好幹嘛 我自己吃送給我 真的 送給我 辣椒醬打開拌一拌 那個米粉還會好好吃 你胡蘭人胡蘭他辣椒炒米粉 沒有啦 說辣椒醬擺旁邊 對不對 你們開個情人亞座有沒有 而且他們今天頭髮 髮型跟身高 體型什麼都很像 聊一下…對不對 我們認識很久了 不過我們今天要提到是 兩位要用米粉來PK 但米粉其實也算是澱粉的一種 那有些女生 尤其是女生 為了要減肥 男生也是 就是說 為了要減肥的話 那我們不就澱粉少吃一點 那就乾脆不要吃澱粉好了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不吃澱粉的話 可能你身體會出一些狀況喔 因為她覺得無糖無油飲食 這是一個金科玉律 沒有吃到100公克的澱粉的時候 就會產生銅酸血症 那這位女士呢 她吃了10公克澱粉 絕對產生銅酸血症 會得銅酸血症有三大可能 像是正常人長期一天 未攝取100公克以上澱粉 糖糖病患者沒治療 或者未定時用藥 以及飲食毫無節制者都要注意 銅酸血症自己有沒有感覺 她自己常常沒有感覺 因為她很輕微的時候 她沒有什麼症狀 要到很大量的時候 她才會小便便多 她會覺得疲倦 血壓會掉下來 銅酸中毒久了以後 假如合併有糖尿病的話 她可能就會猝死 醫師指出一般成人 男女糖類攝取 要在100克上下為家 鹽一天五克有兩匙就夠 便以為健康就無糖無鹽無油 而是要懂得吃巧吃對 才是王道 記者 盧依紅無品儀台北報導 可是很多營養師 不都說澱粉熱量很高嗎 就少吃一點 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吧 這個案子是比較特殊 因為它幾乎是那種 減肥有分人格 就是那種A型人格的人 不是A型 是A型人格 它會就是極端的控制澱粉 然後到連一口都不吃 然後甚至於它連水果都不吃 其實我們的糖類 它剛寫的糖類 包含了澱粉還有水果 還有牛奶裡面的糖 有著極端的情況之下 確實它會產生所謂的 體內的銅酸 它會大量的增加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 應該很多人用過 沒有吃澱粉減肥對不對 有 我以前試過 我怎麼知道我什麼人格 你什麼人格 你不知道嗎 你講我什麼人格 我真不知道 你講 就是一個讓子回頭 改過向善的一個人格 讓子回頭經不換人格 最近也獲選為 矯正署的代言人 你媽 六肥痛 現在改小 現在改小正署了 你們不知道嗎 不要亂講了 沒有 改小正署了是不是 大概預證師差不多 你不要聽他瞎掰 沒有 我們是面餓心善 對 趙哥其實人很好 很好 A型人格是會自我要求過高 就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這一種 所以他減肥 其實一口澱粉都不碰 但是大概前一兩個禮拜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這個方法很迷人 因為會瘦很快 以前就用過 其實一個禮拜可以掉兩公斤 對 然後之後到第二個禮拜之後 你體內就會產生銅酸 然後第二個禮拜開始 你會發現 你對澱粉也沒有慾望 也沒有想要吃它 那不是很好嗎 然後第三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開始 如果你還是一樣持續A型人格 這種堅持澱粉的減肥法 體內銅酸過多的情況之下 因為銅酸它必須經過 肝臟跟腎臟代謝 所以其實它會很嚴重的傷害到腎臟 後面就會產生所謂的昏迷 然後甚至有些很嚴重 它就會猝死 昏迷到醋子也太嚴重了吧 所以其實到時候 如果說減肥真的太嚴謹的 限制澱粉的話 確實體內 剛開始初期症狀 比如說會抽筋 然後會口渴 然後影響到腎臟 我那時候只有到口渴 對 那就是初期的 到最後中間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會有水果的腐臭的味道 對 那個其實就是有點銅酸 已經大量產生出來了 了解 所以其實這個是 滿危險的一個減肥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 我們的食材裡面是澱粉 澱粉其實它是相對 在減肥裡面 我們剛剛最少要達到多少的量 其實剛剛100克 我們算過大概每餐 幾乎都要半碗 半碗 半碗 這樣其實是最安全的量 了解 那我們今天提到米粉 其實也是澱粉之一對不對 對 那米粉有什麼 它迷人的地方在於哪裡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澱粉類的東西 它其實有蛋白質 因為今天我們其實 市售米粉很多 如果相對米含量越高的話 這個米粉它的蛋白質 含量也比較高 對減重的人來講的話 或是說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在攝取澱粉的當下 也可以攝取蛋白質 所以其實你可以選擇一些 米含量比較高的米粉 這樣相對來講比較營養 但是如果對成年人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以口感 還有煮法為主 所以今天兩位都有準備一道料理 要來PK 趙哥這個看起來好厲害 小燕哥你還好嗎 什麼 好 趙哥其實來過很多次了 來 今天要用什麼 來做PK 今天我要做一個創意的料理 創意喔 對… 那種米粉做創意料理 其實不多見 是 真的 米粉要多創意 來 多創意 看一下就知道 今天要做一個是 米粉番茄中 健康版的 這是涼拌喔 涼拌喔 我這個是涼拌的 對…這個算是涼拌的 你做泰國菜嗎 泰國米粉涼拌 越南沒有 沒錯 裡面是有加一些檸檬汁 魚露呢 對…魚露也有加一個 整個米粉算是最爽 是我倒沒在台灣吃過 可以試試看今天這個口味 這真的算是創意料理 是 趙哥這看起來很厲害 因為他用那個番茄當一個碗 然後身材就很漂亮 色香味俱全 對 他會不會是偷那個 非常泰的圖片 非常泰沒有做到料理 這有版權 對… OK 小燕哥咧 當然那個趙哥是創意 我們也不能輸人家 我們這邊也是創意對不對 米粉還有這種吃法 米粉魚丸 這啥 什麼鬼 這什麼鬼 我們就是把魚漿 還有一些比較調配配料 然後放到裡面 然後外面沾那個米粉 把米粉代替麵包粉來處理 但是你知道嗎 營養師在這邊說不能油炸 會油炸 你要用炸的喔 對 現在用油炸的 對 好 不是 因為 魚漿是新鮮的啦 台灣人喜歡吃熱的嘛 你弄一些涼菜 大家會覺得沒有意思對不對 熱騰騰的大家才會喜歡 因為其實小朋友很喜歡吃這種 很帥氣 酸甜酸甜的 對 你這個吃的話油炸對身體負擔比較多 會嗎 我倒覺得 我倒覺得今天這兩道有得比 小朋友喜歡吃酸甜沒錯 那你別忘了 小朋友很愛吃炸的 炸肉丸 沒錯 對不對 而且是炸的魚漿 對啊 好 還沒比之前 你們兩個覺得誰會贏 我覺得油炸的會贏 為什麼 不定喔 小朋友喜歡吃那種酥酥脆脆的 然後一咬裡面會有汁水的 但當然是小梁哥做的你確定 他炸不好啊 可是那也是小梁哥做的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是先以合天 我跟你講我跟小梁是 這非常態 這次是瓦城托的 瓦城 對 我跟小梁一起主持美食節目主持一年 所以她會一點 真的喔 然後跟她一起上 終於節目上了兩年 所以她也會 可是她是主持人 確定嗎 她不會 她只會講 對啊 依林你覺得誰會贏 我覺得搞不好照哥會贏 因為她酸酸甜甜 其實小朋友的口感 那個味道可能會刺激 我是覺得會平手 因為一個小朋友喜歡吃炸 又喜歡酸甜 我們問一下 如果你們皮手通常都怎麼辦 是以理處理 她來處理 因為她用營養的角度來看 營養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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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沒有熱量的就是這道菜 你這個負擔太重了 這個多營養 剛剛我們S of T有講對不對 沒有吃澱粉的人會怎麼樣 當然要有一些 對耶 好 可是你用那麼多地溝油來炸這個 怎麼辦 我們鮮鮮的油 什麼地溝油都開的 我們沒有用地溝油對不對 對啊 不要亂講嚇小孩好不好 喂 也沒有 好 那剛剛那時候會剪掉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看看我們今天 四位可愛的評審 歡迎Owen Steve 唐唐 還有Eric 好 馬上趕快來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趙哥要先來幫我們做 番茄米粉中 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來 米粉200克 牛肉片100克 番茄2顆 紅洋蔥適量 韭菜30克 魚露1大匙 檸檬1 2顆 橄欖油4量 還有鹽4量 好 剛剛趙哥有講說是做的 有點類似像泰式口味的 對…酸甜酸甜嘛 好 所以這個貴要麻煩兩位小朋友 幫我拿那個菜回來可以嗎 兩位 可以 要拿什麼呢 先拿番茄 還有那個紫洋蔥 還有米粉 會喔 好 來 慢慢去 好乖喔 來…慢慢去 要拿什麼呢 先拿番茄 還有那個紫洋蔥 還有米粉 這平常都知道嗎 會喔 好 來 慢慢去 好乖喔 來…慢慢去拿 表面再下來 尿布都濕了 紫洋蔥 米粉長什麼樣子 米粉一包的 一包 一碗… 對… 紫色的洋蔥 紫色的洋蔥 洋蔥 好 拿回來… 非常好 好 拿對了 番茄跟洋蔥 還有這個已經是我們剛剛汆燙好的米粉 米粉 好 其實通常我們做這些菜 因為既然都已經講說是做這個米粉的這個番茄中 就是要沖嘛 那基本上呢 我們就先將 番茄洗乾淨以後 是 先把這個屁股 切個底的原因是什麼呢 讓它可以站住嗎 當然 你這個主持人衝人 這不錯 你有這個概念喔 不是 不然它會倒來倒去吧 對 對 所以就切成這樣 然後呢 再切大概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切五分之一呢 把它切開 切開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要把這個番茄裡面的這些材料 像帽子一樣 對 像帽子一樣 因為這個鍋要留起來 要把它蓋住 對 才好看 對不對 留在旁邊以後呢 我們就將這個 裡面的這個番茄的這個 紙啊 還有這個 全部都給它挖乾淨 好 處理完以後呢 來 就看 像我們這邊已經有個完全處理好的 對 但是 對 各位要注意喔 剛剛裡面挖起來的材料 全部要拿來剁碎 切成丁 是 不要浪費食材 對 切成丁剁碎以後 各位要跟我的米粉啊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牛肉片 還有洋蔥丁 全部要mix在一起 那所以當你這個把這個番茄 切完處理完以後呢 我們剛剛有預備了 韭菜 對 還有牛肉片 這個呢 就要先來汆燙 那通常啊 因為韭菜比較容易熟 我們就先把牛肉片 先汆燙牛肉片 對… 先汆燙一下牛肉片 不過小孩子 對韭菜的味道 對啊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適 是所以汆燙以後 把那個味道給殺掉 其實韭菜味道就不會那麼多 殺青 殺那個韭菜的那個味道 OK 好 我們把牛肉片 他先半生的工作啦 這裡有小孩 這裡有小孩 放下去以後 然後再把韭菜 韭菜 很快的 放下去 其實我覺得韭菜喜歡吃的人 就覺得它很香啊 對 那因為現在是大火嘛 是 燒的時候就很快 因為不要燙了 燙得太老 對 就趕快把它挑起來 牛肉也不需要 牛肉燙一下就好 是… 來… 然後這個時候 再把我們 這個米粉 米粉 這是泡過水的米粉 其實是要用這個熱水 汆燙過 這也要汆燙 對… 它已經燙過了 它燙過了 對 是已經燙過了 所以泡過水的米粉 然後汆燙過後 是… 我們再把米粉 放到這一個 鍋裡面 對 放進去裡面 然後再把剛剛 我們這個洋蔥要切丁的部分呢 紙洋蔥要切丁 好 切丁是過一尾 吃起來口感比較好 不會那麼大一片 了解 吃起來會嚇到你 主要也是拌這個顏色 這我們講的 這個菜還是要有所謂的色香味俱全 對不對 所以把它這個顏色給拌進來 然後最重要是洋蔥的甜味 也會出來 趙哥 我不得不… 我覺得很想要泡你冷水耶 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 第一個 然後你想 然後呢 好 你先做完好 好 來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 剛剛切丁的番茄丁 是… 也給它拌進去 是以理要我泡你冷水 跟我沒關係 是嗎 但是趙哥還滿聰明的 加了洋蔥對小朋友上呼吸道 保養是非常好的 你最好是用這個來躲 你最好是用這個來躲 你很會躲 不是 這紫洋蔥是好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小朋友 可能會覺得有點像 不會嘛 我們有檸檬汁 好 檸檬汁來 檸檬汁 檸檬汁倒一半下去 不要太多 對不對 讓它那個酸味有提出來 對 對不對 再加些許的魚露 你要這樣講的話 其實小朋友對魚露的味道 對啊 更敏感吧 對 但是所以魚露不能多 對 魚露 一點點 點一些就好了 點一些就好 太多的話味道也不好 是 然後再加上這個 上等的橄欖油 上等的 這橄欖油不是地溝油做的提煉 對 加一些橄欖油 粗炸 粗炸橄欖油 它的油都沒有炸一下 加一些少許的糖 跟鹽 味道其實我會很喜歡 對 標準的泰色 對 少許的糖跟鹽 最重要是 剛剛我們這個汆燙好的這個韭菜 好多顏色 對 漂亮 漂亮 對 喜不喜歡吃 喜歡 就是嘛 你聞聞看 剛剛這韭菜味道 好香喔 你聞聞看還沒那個韭菜 會不會討厭 不會吧 不會 香不香 香 好 來 我們再把這牛肉 趙哥旁邊的小孩都超乖的 對 趙哥旁邊的小孩怎麼都那麼乖 這就是我的氣場太強 對 趙哥 我覺得妳可以去 那個小朋友兒童門診 如果不喜歡吃蔬菜 妳在旁邊看他們一下 對 妳說這個要不要吃 喜不喜歡吃 香不香 好不好吃 他回去就吃了 對 還是要加入我們的社團 什麼社團 什麼社團 不好說 好 來... 我們不要聽他旁邊的蘿莉巴說廢話 來 這個時候呢 均勻的攪拌它 均勻攪拌 均勻的攪拌它 因為這米粉很容易打結 我們還是把它挑扇 這個我好想吃喔 好 挑開以後呢 然後再均勻的拌勻它 我覺得... 這個菜其實在夏天吃是最好 對啊 清晰 對 小朋友啊 比較沒有什麼胃口 或是年紀大的擾人 來吃這個是最好的 而且你裡面如果加一些碎花生 或者是一些堅果的 可以的 對... 這真的就是太... 菜瓜糧飯清木瓜 清木瓜把它改成米粉而已啊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把那個番茄中 是 我們再把這個番茄中給打開 對 再把這個米粉放進去 對 適量的米粉 加上一些牛肉片 骨肉 我們再把它這一個 剛剛切開的這個蒂頭 稍微擺一下 擺盤一下 這個很厲害耶 很漂亮 這個菜就非常快 而且也是非常簡單容易做 小朋友就特別喜歡吃 是 沒錯 好 以禮拜我們分析之前 我們先要來考小梁哥一個題目 市售的米粉有些非純米製作 加了玉米澱粉 這類的米粉 如為不孝業者出產 亦有哪些問題 有哪種問題 這不孝業者直接改成趙哥就好啦 對不對 就是 如果有一些不孝業者出產的話 可能會有哪些問題 A 雙氧水殘留 B 容易煮熟 D 米粉容易斷裂 市售的米粉有些非純米製作 加了玉米澱粉 這類的米粉 如為不孝業者出產 亦有哪些問題 A 雙氧水殘留 B 不易煮熟 C 米粉容易斷裂 會不會是雙氧水 因為它要讓它顏色變比較白 對不對 比較漂亮 會有這種 會用雙氧水 你說不易煮熟 就再煮一下 米粉容易斷裂 那就吃斷的 好像還好 可是我覺得最嚴重 最不可涉的就是A 所以如果是趙哥的話 他也會用雙氧水 趙哥 對啊 你不要講我 他是地溝油代表 我跟妳講 真的 我以為妳要打我 嚇死我了 對 答案是A 小楊哥說A 所以恭喜小楊哥答對了 我們答對了 早期有一些比較 真的不孝業者 因為他混了玉米澱粉 玉米澱粉混下去之後 它就沒有那麼漂亮 對 它就呈現比較黃 因為其實台灣人喜歡 看起來白白漂漂亮亮的米粉 所以其實它可能 有可能會違法添加一些雙氧水 不過因為 通常你只要米粉一打開 有添加的話 其實你一聞 其實就聞得到 它那個比較刺鼻的味道 你就知道這個米粉會很好 好 趙哥剛剛這道料理 伊伊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營養成分 其實它真的滿清爽的 而且小朋友如果真的 整個吃掉的話 蔬菜量其實很足夠 牛肉很適合搭番茄 只要是你要用牛肉的料理 營養價值上面來講 因為牛肉它其實油脂滿高的 但是番茄它需要有油脂 所以其實這樣一起吃 它的番茄的那個 維生素A吸收率它是會增加 所以其實這一道 對小朋友的呼吸道保養 還有護眼其實都滿好的 然後它是一個 整個是一餐的營養都在裡面 是… 就是說小朋友來講 如果他喜歡酸酸甜甜的味道 我覺得這道勝算還滿高的 好 那接著下來 就要輪到小梁哥 用炸的要來 是很好的油 不是地溝油 用炸的要來迎戰 趙哥到底會不會獲勝 來看小梁哥出什麼菜 接下來是小梁哥 要幫我們做這道料理 米粉魚丸子 要用到哪些食材呢 我們來看看 純米米粉100克 紅蘿蔔 1分之1跟魚漿200克 蔥少許還有枸杞少許 小梁哥你真的會做嗎 你這個看起來很複雜 不會 這個怎麼會複雜 你問柯老大 這不會複雜 蠻複雜的 它其實只要有這個魚漿 魚漿怎麼樣買所以會比較好 那也可以問柯老大 你在做料理你叫我問他 不是 我們在做的時候 他可以告訴你 魚漿要怎麼買 沒有 我們魚漿都自己打的 自己打的 對 好 那你要做之前 你請小幫手 先幫你拿東西 那可以幫我拿米粉 紅蘿蔔還有枸杞嗎 謝謝唐唐 Steven你有聽懂嗎 他叫死地府 謝謝 好 怎麼還不去拿呢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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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難想像 你以後跟你為什麼互動 會不會是這樣 互動很好 剛剛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 就是覺得你好像 就是沒有要跟他們互動的感覺 有 好 來喔… 唐唐要去哪 好 來 從這裡來 好…謝謝 這裡… 好 謝謝 脫在上面 謝謝… 好 我們來看他們拿了什麼 米粉 枸杞 還有紅蘿蔔 都拿對了耶 好 其實呢 因為它這個是有魚漿嘛 對不對 魚漿你是用買的就對了 對啊… 買現成的魚 買現成的嘛 對不對 一般我們都會選擇用白肉的魚 對 就是那個肉的顏色是白色的 好 白肉的魚 然後加冰塊 對 然後加一點麵粉 加一點蛋白 這樣 這樣打開 把它打成有黏稠度 對 如果你要口感更好的話 把那個花枝切 切幾條丟進去 那個口感更脆 了解 好 現在小龍哥要展現切工 而且每次看小龍哥切菜 都會有一種喜感 有一種快感 是喜感 喜感是不是 你看它會這樣切菜的耶 看得出來就是平常不大會做菜 對 平常都有在做 怎麼會沒有在做 我們就把紅蘿蔔切碎嘛 對不對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子 大家有看到嗎 好棒喔 很棒 這是紅蘿蔔的部分 對 接下來還有蔥段的部分 你切切看… 好啊 細細小小的 對啊 可以啦… 還可以啦… 還行啦… 然後接下來還有什麼呢 就是米粉的部分 米粉 米粉 米粉一樣 我們也要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怎麼弄 怎麼弄喔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它切碎而已 米粉先把它泡冷水吧 對 先把它泡開之後 先把它泡開嘛 米粉大概先泡個十分鐘 但是要記得要把它水瀝乾 OK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切碎嘛 對不對 那這個可以代替那個麵包粉的部分 是 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魚漿嘛 我們說要做成魚丸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來放什麼呢 你要攪拌一下吧 要攪拌啊 對啊 等一下 剛剛紅蘿蔔跟那個蔥不知道 對啊 紅蘿蔔要切紅蘿蔔幹嘛 其實呢 我們要怎麼弄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把它呢 放到這個大的一個碗裡面 對 大的一個碗 欺騙觀眾啊你 紅蘿蔔你是來敷眼睛的喔 不是… 那是大片的部分 大片來敷眼睛 碎末的部分呢 我們要來把它呢 放到這個魚漿裡面 難怪我想說你切那個要幹嘛 要… 然後把它攪拌啊 對 來攪拌 要攪拌一下 至於怎麼樣攪拌呢 你可以問一下柯老大 那個柯老大 對啊 柯老大 柯什麼時候 柯老大沒有那是最後 最後… 好… 柯老大帶手套 你要來救他是不是 沒有… 我讓他攪拌完以後 我要看他捏丸子 好… 他會包水餃 那不然他應該要怎麼獲來著 就是其實這樣弄就好 來 柯老大救你了 柯老大怎麼樣 二儲… 二儲 二儲要來幫你 他已經死了 他不會痛 對 他已經死了嘛 他不會痛嘛 對不對 所以你為什麼不給他 用力這樣捏… 這樣不是更均勻嗎 對啊 還可以再加 人家是廚師 捏好… 這樣不就好了嗎 均勻了嗎 好 然後擠球 來 你來擠球 擠球沒有問題 漂亮 然後我覺得你可以慢慢的利用這個虎口的部分 對 你到底要怎樣 你看他做什麼 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這手揉一揉就好了 你也別擠 你擠不出來 我是要做魚丸子 我們是在熟湯圓 對啊 魚丸子 對啊 你不是說用虎口的部分嗎 對 虎口的部分是 你拿一整坨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樣子去擠 對啊 就是要你拿一整坨去擠 用拿起枕頭然後擠出來 好可愛喔 其實他這樣也行 來… 但最好大家來示範一下 枕頭 你剛剛不是講枕頭嗎 枕頭拿出來以後 就虎口這樣抓出來 不是一顆球嗎 好可愛喔 對不對 這樣抓出來就一顆球 就枕頭拿起來這樣一抓 這樣就一顆球 很厲害 枕頭這樣一抓就一顆球 但小龍哥那個是用手一樣的 那種概念這樣 對… 我們是枕頭抓起來一顆球 他是把這個抓在那邊一直 往虎口裡面刷 對…這樣保持它那個圓潤度 你以為你是在做趙哥的那個 什麼 圓潤度 太蝦了 然後像這個 我們再把它搓圓就好了 對啊 還是有這個動作 像每一個都是這樣子 先把它擠一個定量 我跟你講我現在是每一個30公克 你拿它秤來秤 一模一樣 它擠出來就是差不多大小 差不多大小 好 然後再來你要沾那個 變成圓形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來沾 要來沾 其實你輕輕的滾動它 你在手術嗎 是不是就沾好了 在做手術 是不是 很可愛 好 來 輕輕的滾動 把它裹上米粉之後 就要丟下去炸了對不對 對 那我們怎麼炸呢 炸到外表有金黃色 就應該OK啦 但是還是要把油瀝乾 那炸出來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炸完整 很漂亮 對 但是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耶 我們炸完整 很漂亮 對 但是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耶 我以為外面會是有那種 炸出去 像是那種港式我們會吃到那種 我知道你講的那個 對不對 炸出去的 就沒想到是很服貼的 你講那個是麵包粉的部分 對 它才會立體 沒有 米粉它是米 它不會這樣 那這個枸杞 它是用熱水燙過 對 那我們放上去幹嘛 我們其實是點綴的 然後它變得比較好看 對 OK 所以小龍哥這道料理 這樣子就完成 你是直接吃嗎 還是你有要沾醬 其實旁邊如果有沾醬也可以 可是因為沾醬 你加下去熱量又高了對不對 對 好 依依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營養成分 本來油炸熱量就會相對高 所以沾醬其實就算了 我覺得你沾番茄醬 可能小朋友會喜歡 對 然後這道菜其實 因為主要它的肉丸 一般的肉丸都是用紅肉 但是它今天是用魚肉的部分 我覺得媽媽可以學起來 因為確實白肉 它會相對油脂比較低一點 因為今天要油炸 所以你用白肉 油脂低一點 然後用油炸這樣下去 至少我覺得 在油脂上面的計算來講 還OK 然後另外你有加紅蘿蔔 然後加蔥的部分 其實炸兩種蔬菜進去 雖然沒有造各素它加得多 但是你也有點綴性的加入 點綴性 對 但是我們加的都是重點 因為這個整個 他可能小朋友不喜歡 但是如果油炸品的話 我先在這邊講一下 就是如果以油炸物 我們小朋友一個禮拜來講的話 我們盡量不要超過 大概是三到四次左右 所以盡量我們有 讓我朋友特地規範裡面 就是今天如果吃了油炸 那明天可能最好不要吃油炸這樣子 對 因為小朋友喜歡吃什麼漢堡 炸的漢 薯條 雞米花 對啊 一顆一顆這樣 對啊 真的要控制一下小朋友 好 小陽哥知道料理完成 但是我們最期待的當然就是 柯老大 今天你覺得剩的食材多不多 今天喔 那牛肉好少 洋蔥也很少 但是米粉還滿多的 所以我就來一個牛肉炒粉 牛肉炒粉 這道挺想 可以加點辣椒嗎 大人吃 因為他們等一下試吃 他們沒有要吃啊 真的喔 那不早點講 對 好 我們就來看看 柯老大變出這個牛肉炒粉 好 我們柯老大要用 剛剛小陽哥跟趙哥用的剩餘食材 要幫我們做這道料理對不對 對… 我今天來做這個牛肉炒粉 牛肉炒粉 那同樣的做法 你們可以放一點咖哩 然後你們可以放一點那個辣椒 對… 真的很好吃… 是 所以這主要是在一個基本功 對 主要在一個基本功 所以你只要基本功會的話 你不用料 你也可以炒得很好吃 真的 好 第一個就是 因為這邊有肉嘛 今天這個是牛肉 因為趙哥剩的牛肉 說實在這個部位不怎麼好 會柴 那所以 你不要用… 不然你就不要用牛肉 你用什麼豬肉 雞肉也好 不好意思 他就沒有用豬肉也沒有用雞肉 因為他以前便當錢就在A了 所以這種食材的錢 他也是在A 對 他就是用一些便宜的食材對不對 沒關係 我的厲害就是 可以把爛的食材變得好吃 對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火燒得很熱很熱以後 這個牛肉我也沒有醃 也沒有什麼其他 因為 不用抓醃 你抓醃的話 你要去過油 但是我們不要用過油的方式 所以我就乾脆不要醃 因為你有鹽分給它 它就失水 它那個水分就會喪失 本來就已經硬了 你水分喪失又更硬 是 所以先把這個牛肉放進來 先炒一下 是 然後炒一炒的時候 稍微有點變色就好了 一點點變色 因為牛肉其實 它後面還有後熟效應 我們還有餘熱存在 對 等一下我還會進去 還要再加熱 所以牛肉炒一炒以後 我們就要先把它 先把它撈出來 先把它撈出來 然後呢 就用它剩下 剩下這邊 然後呢 就把洋蔥放進來爆香 好 然後洋蔥 這時候你火要開很大很大 洋蔥要去爆得很透 洋蔥要去爆得非常透 這火很大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 就說不斷要去攪拌它 不要燒焦 了解 我以為就是如果要炒什麼 要加洋蔥 然後要炒比較台式的料理 是要用那種一般的洋蔥 紫洋蔥的話OK嗎 可以啊 也可以啊 因為我只剩紫洋蔥 OK 對 它只剩紫洋蔥 對 再把蔥 蔥段整個放進去 也是很熱來爆香 是… 爆香那個整個香氣 才會那個濃郁 等一下那個油脂裡面 才會那個蔥 洋蔥的香氣存在 然後番茄 番茄其實就跟我們在吃炒麵 或炒米粉 會加點烏醋的意思是一樣 給它一點點酸 有一點點酸味 對 給它一點酸 而且番茄一定要過油 才有營養成分 對 而且皮要保留著 然後呢爆炒 整個爆炒那個香味都出來以後 加水 加水 有高湯加高湯 沒高湯就自來高湯 對 這個就自來水高湯 加水進去 加水進去 那時候不要急 就等它煮開了 煮開了以後 重點來了 就是你調味 因為我的材料很少 對 所以我調味要拿捏好一點的話 我就用比較酸酸甜 鹹鹹甜甜的東西 醬油膏 醬油膏 所以用醬油膏 蠔油可以嗎 可以啊 但蠔油你還要加點糖 因為蠔油純粹就只有鹹 鮮 有 如果你放蠔油的話 你就加點糖 對 醬油膏是有點甜甜的味道 對 醬油膏的話它就是 甘甘甜甜 鹹鹹 醬油膏放進來 然後呢 這胡椒粉要多 一定要的啊 胡椒粉 我跟你講 你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辣的東西 胡椒粉它本來是一個香料 對 然後再把我們的米粉放進來 放進去 然後米粉放進來 記得你就是 有兩雙筷子用兩雙筷子 沒有兩雙筷子的話 你就是用你的 一個鏟一個筷子這樣子 用挑的 用挑的 把米粉這樣 用挑的方式把它挑起來 挑鬆鬆的 對 挑的時候順便讓那些醬汁的味道 順便讓米粉來收 吃進去 對 然後呢 整個都挑進去了 而且那個水開始濕了 還有一點濕 你不能全部乾 然後這時候再把剛剛的牛肉 最後再把牛肉放進去 對 因為牛肉剛剛是已經大概六七分熟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就這樣 牛肉放進去 然後拌一拌均勻以後 記得 要熄火以前 把鍋蓋蓋起來 燜 熄火 這是小朋友 燜個三分鐘到五分鐘 你家的米粉會比別人更Q 這可以學起來 因為通常炒好吃 我們就不不期待 就開始吃了對不對 但是那時候可能會挑斷 或怎麼樣 就是味道沒有那麼完全融合 所以記得一點 米粉 你炒米粉 第一個用大火去爆香那個料 那個香味才會煮 再來就是怎樣 就是你要記得燜 炒完了以後一定要記得燜 燜了以後即使涼的都好吃 老大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米粉的話 通常會有都很長 所以到底媽媽們在處理的時候 要不要先剪 一般來講米粉 冬粉 我們泡軟以後 我們都會把它剪斷 先剪就對了 對 先把它剪斷 不然不剪的話 炒起來也很費力 炒起來它就全部砍在一起 你知道嗎 全部砍在一起 你也挑不鬆 也沒辦法去入味 常常有很多人米粉炒完 就那邊黑黑 那邊黑黑 真的 尤其是你家醬油膏下去之後 就會一邊白一邊黑 對啊 就挑不鬆 所以還是剪一剪比較好 你吃也比較方便 好 了解 我們剛剛炒完了 成品 成品有時候 我們可以假掰一下 把它變成義大利麵 好漂亮 剛剛不是有蔥剪下來嗎 蔥呢 切絲 然後泡個冷開水 然後把它放在上面點綴一下 好漂亮喔 我們待會兒 我們有口福 小朋友吃你們兩個煮的 我們吃克爾大煮的 對 這樣是不是還滿不錯的 現在是這代挑剝離間就對了 我們煮的也沒有不好吃 那可以啊 你要吃也可以 還是小陽哥吃你煮的 你吃小陽哥煮 我跟怡嶺吃克爾大 我沒辦法吃 不好意思 宜佩 我吃飽了 你們好煩 好 接著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正式要進行 投票跟試吃的時間 到底今天小朋友會買趙哥的單 還是買小陽哥的單呢 看下去吧 好 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試吃 還有投票時間啦 那趙哥今天做的是涼菜 不然就從趙哥的先來 對… 好 先吃這個 有番茄的好不好 開動 米粉番茄中 米粉番茄中 那吃一下番茄喔 好吃喔 酸酸甜甜 他還買單耶 第一口就吃番茄 吃一下米粉 米粉也不錯 是啦 好吃嗎 好吃 好吃耶 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好吃 吃完了之後 我們來吃第二個 丸子 小丸子 你還在觀察他說 錯不進去 他錯不進去 他錯不進去 地溝油這個炸得太硬了 沒有 沒有這個意思 對 地溝油 小丸子來吃吃看 丸子應該炸得太老了 所以才難怪它差很遠 你覺得好吃嗎 硬硬的喔 他說太硬了 對啊 沒辦法 太硬了 太硬了 怎麼辦呢 糖糖呢 好吃 好吃 不錯喔 牠的那個牙口比較好吃 對… 好 那既然已經有三個小朋友說 太硬了 那個伊莉幫我們預測一下 我覺得啊 其實趙哥那一道 味道調得真的很好 我吃了其實 因為我本身有一點點胖癌魚露 可是我剛剛吃其實沒有感覺出來 而且是酸酸甜甜 然後小朋友很開胃 而且本來酸甜就會吃出 小朋友的食慾 老人家也可以吃 因為老人家有時候胃口不好 其實可以用這一道菜 當成主食的一個料理 其實這個減肥 來吃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因為牠的那個熱量的卡路低 牠熱量應該不高吧 就是牠是不高的 因為牠主要是熱量來自於牛肉 但牠牛肉其實也不多 那牠整個那個纖維全部都有吃到 因為牠整個番茄蔬菜部分 占大部分的一個量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道 味道非常好 要調得很好 了解 那小良哥這一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是 怎麼了嗎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吃起來 小良哥你是做魚的 漿 魚漿 對 魚漿 因為我咬不太 就是吃不太下去 很硬 牠咬不下去 那最近可能牙齒要去塗佛 好 那我不知道怎麼搞 牠就是比較沒有水分 對 所以你預測誰 我預測當然是趙哥回營 趙哥到底是同樣看法嗎 我剛剛看了 這邊的話是 米粉那個是很滋潤的 而且酸酸甜甜 你看那小朋友那個吃就 全部都掃光嗎 就騙不了人 然後第二個看那小朋友吃 是因為牠真纏食料 因為牠其他都不加 牠就是魚漿加紅蘿蔔而已 所以不硬才怪 跟石頭一樣一樣 對 沒有 所以 所以小朋友連插也插不進去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在外面吃到 非常滑口的那種魚漿的話 是有加別的東西囉 有 一定 第一個最簡單 一定加點豬油進去 會滑口 會滋潤 香 或者是一點 讓牠可以補水分的東西 譬如說有雞蛋 有雞蛋 對 有雞蛋放進去 我剛剛不是講嗎 我們打魚漿的時候 把魚放進去 要放一點冰塊 冰塊是水 是 雞蛋放進去 然後再放一些粉 所以雞蛋跟水 冰塊都是水 所以牠就不會那麼硬棒棒 因為小陽哥真材實料 對啊 而且你看牠這種撇步 牠都不告訴人家 要最後我們才問牠才說 那表示因為牠是師傅 你又不是 人家是大廚呢 沒有關係 下次我們也都學到啦 對不對 OK 那我們就來投票定生死囉 我覺得今天應該 趙哥會大獲全勝 我覺得 勝之不武啦 勝之不武啦 這種話我們也不好說太多了 好 馬上去來投票 歐文先來 好 左邊是小丸子喔 右邊是有番茄的米粉喔 牠點頭如搗蒜 因為牠迫不及到的投票 來 投票 左邊是小丸子喔 右邊是有番茄的米粉喔 牠點頭如搗蒜 因為牠迫不及到的投票 來 投票 好耍 牠給我走一些 做一些假動作 很耍一下 對… 來… 你們以後的工作可能已經確定囉 那換你囉 你決定好了嗎 確定好了 好 請投票 沒有 你不是說咬不下去 有主線 那你為什麼會投他 因為那個好吃 好吃 是… 所以很硬 很硬也沒關係 OK 不好意思 這位無姓的主持人 他已經投了好不好 不要再騷擾他了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他覺得很硬 但還是喜歡你的 太好了 對 表示你的口味很棒 很棒… 對不對 好 換Eric 小朋友說很硬不一定不會投 那是對不對 好 Eric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好 給了趙哥一票 謝謝… 搞不好今天會平手耶 對不對 糖糖… 最後輪到糖糖 來 糖糖你來 好 你知不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右邊是有番茄的米粉跟番茄的 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然後左邊是剛剛的丸子 有一點硬硬脆脆的 這個不用聊 這個不用聊 這個丸子好不好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竟然是平手 有丸子喔 厲害了 對 不會吧 每次趙哥來都贏嗎 你上次來贏啊 小贏 小贏 但你今天竟然會輸給一個 不太會做菜的 還沒輸啊 還沒決定到這個 沒有啦 就是 平手就是輸啊 對你來說 我不認為 那個營養師 你的最神聖的一票 對 因為我們現在平手 就要把最後決定權要交給Idy 這工作不好做 如果就口感來講 其實那個有點像餅乾的口感 說實在 吃完之後有點 Idy就是不會得罪人 人就是好 這是不錯吃 真的小翔哥 就難吃就難吃 管他的 就是脆脆的這樣子 謝謝 但是趙哥這個超好吃 而且營養價值超高的 就是他整個就是番茄 然後又有那個澱粉 然後又有牛肉的部分 如果真的小朋友要成長發育 然後胃口不好的話 其實這一道是非常適合他 了解 意思就是說會把票投給 恭喜趙哥獲勝 顯勝 顯勝 不好意思 對啦 顯勝 還是勝 還是勝 對 還是勝 所以趙哥講 這個攝影棚其實 每次來大部分都是獲勝 幾乎都贏 除了上一次 顯書 蔣尾文 對 對 上次 因為他上次自己發贊帖 然後顯書 真的 對 怎麼會拿石頭扎自己的腳 找蔣尾文 我讓他 好 好 妳下次要跟蔣尾文 比的時候 先找我 為什麼 可以餓補一下對不對 當然可以 好 那我們最後當然 就是要來享用我們的 柯老大的料理囉 炒米粉 放得有點涼 不好意思 沒有 我跟你講 功夫菜不管放涼 謝謝 與否都很好吃 其實我剛剛一直 你看光它夾起來 就很優秀 它有點濕濕潤潤的 不是那種乾乾的 而且柯老大自己不吃 大家就知道意思 什麼意思 不是 有什麼含義嗎 沒有什麼含義 只是他們分四碗而已 沒有分給我 我吃一下這牛肉 剛剛嫌我的牛肉不好 好香喔 他剛剛講的這個調料 調味真的很重要 重點是你沒加醋耶 沒有啊 它是用番茄的味道 有番茄 有番茄 所以吃起來感覺是有酸酸的 有點醋味 對... 我沒想到我的牛肉 真的是偷工減料買來的 真的是柴啊 吃起來好柴啊 真的啊 所以你是說 如果用牛小排的部位的話 今天的這個 肉質的口感就不一樣啦 對啊 如果說我們要做比較好吃的話 就撇開健康那個範圍來講 滑個油再去炒絕對好吃 可是它其實滿入味的 我覺得 我覺得它米粉吃起來 果然最後燜那三分鐘很重要 燜三分鐘 米粉的口感跟Q度都不一樣 大家小屁股學起來囉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趙哥 謝謝小哥 謝謝廣大 謝謝 就是約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